很圓形圓形 而且一个大大的空地 特美 搞不好那个厕所里面是有iPad 它就连框都是可以透明看过去的 如果有一天我不用iPhone 或者不用华为 我应该会选ZacFlix 这个店真的很漂亮 荣登Apple之后第二位的店 太早啊 嗨 我是肯 我们来到了泰国曼谷 因为既然来到了曼谷 我们就做一个各大手机品牌探店 可能有什么不同的design 或者是不同的新产品 是我们马来西亚没有的 我走 我们就去看看 Let's go Apple在曼谷最大的旗舰店 就是Central Wall这一间 圆形圆形 而且一个大大的空地 特美 OK我们进去看看 看里面有什么不同 西北多人 等下我们先看这一层 然后等下我们再上去楼上看 全系列的iPhone 13 Pro 全系列的iPhone 13 Pro Max 给我包色 麻烦谢谢 我看一下有什么特别的accessories 这个 MagSafe的accessories 就是一个袋子 可以 就是粘上去的 然后就可以放卡 是Power Bank 是Power Bank 你被下来 这些了 三千了 这是吗 对 这是 然后你可以充这边 也可以充手机 这边是demoApple Arcade里面有的各种游戏 然后它连接这个 PS5的Joystick了 各系列各种颜色的Apple Watch表带 彩虹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在泰国 你知道的 其实我看到他们很多人坐在这边 我一开始以为他们是在 Charge店 其实不是 是他们买了东西之后 他们就会有工作人员去服务他们 去服务他们 帮他们upgrade 帮他们transfer过档 这样子 这我们不是也是有 我们也是有啦 只是这边比较大啦 这边比较大 比较热闹 很多人一起 很多人一起upgrade 你懂吗 蛤 耶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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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等下让它一直这样子 在泰国的这个 Apple Store播下去 不要管 这个是touchpad版的滑鼠 它整块就是滑鼠 就是这样子 当滑鼠用 楼下没有什么东西看了 就是各种的产品 我们现在上楼上二楼看一下 其实两层是差不多类似一样的产品 我一放眼看去 这边比较多iPad跟iMac这样子 楼下多数都是手机手表 耳机 楼了上一点点楼梯就传了 哇很想要哦 很好说的iMac 很想要一台耶 Apple你听到吗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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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我们室内没有iPad 真的很美 它颜色超鲜艳的 然后滑鼠键盘全部是一set的 不要想了 不要看不要看 MacBook这边超多人的 这是有M2 我去看看找找看 Do you have M2 MacBook Air? ummm we have only display we don't have um it's all out 哦总共有三台 等一下我们等人走少一点点 M2就是它了 各位观众 这台就是M2 MacBook Air 在我手上 在泰国 现在他们没有货 他们只有Display罢了 所以就是 要那台 摩得吗 MacBook Air 好轻 然后我觉得它设计有一点 比较方一点 它没有这样圆润 256GB 43900Pin 大概4999 所以就是说5千块就可以买到一个MacBook Air M2 我觉得楼下应该是 service啊 customer 任何问题都是来楼下找他们就对了 哦楼下是厕所 太丢脸了 所以只有两层不好 这层 买了一个 搞不好那个厕所里面是有iPad呢 放着一个iMac给我玩 I don't know I don't know Rubble Road 对 我才想讲Rubble Road 人家有电的 Valacia没有 他们有实体电 哦 没有啦 你看这两款都是我们没有的 它的基站是三电子的 我那天拍的是两电子的 它这个是三电子的 然后那个也是另外一个 看到吗 它门口有一个透明的电视机 透明到我看到后面的东西了 它就连框都是可以透明看过去的 看不拍到 哦我眼睛好像看到耶 我在想 这样子真的是可以看到新吗 我只看到后面的人走来走去吧 我这边看到过去 但是那边看不到过来 哦好特别哦 12S 那个小米12S Ultra 那个不懂有没有 Leica的 Hi do you have a 小米12S Ultra No No The big one 哦 有12Pro罢了哦 它最多 这边 马来西亚还没有launch 12S Ultra 这个是马来西亚刚刚launch的 展示一下 这是我家电视机 真的 真的是我们家现在用的了 小米75寸电视机 我们每天看到爽歪歪 它的壁 就是Samsung 这个应该是Samsung的Experience Store 然后刚才那个应该是小米的 比较普通的一个retail store 罢了 展示手机的地方 休息区 体验区 对我喜欢紫色款的 它现在没有display 但是我 诶有有有 耶 Jackflip 3 我出片的时候应该有出新款 因为他们接下来有launching 8月10号 啊 我要快点捡出来 所以等我没有吃这样久 我还是喜欢Jackflip叻 可是我想过如果有一天 我不用iPhone 或者我不用华为 所以我应该会选Zackflip 它做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小 小黑房 就是给人家拿手机进去 测试它的night shot night photography 然后里面真的是很暗的 它就是给你进来 哦拍下霓虹灯 测试它们的夜景模式这样子 ok ok很有心很有心 这是一个很好的idea 以为这个是其中一个品牌 因为它放在一起 哇 原来是广告牌啊 原来是广告牌啊 好像有泰国影嘛 那谁在这边呢 就是Vivo 所以Vivo的旗舰店就在向Paragon啊 哇这间Vivo这么美的呗 哇这边太美了吧 很有科技感觉耶 你看它旁边 就整片长长的一大片screen 然后到中间那边 又是另外一个screen 就是它做反射的镜面 所以整个店哦 会看起来好像比较大 然后比较高科技 因为它用了这个镜面的设计 Vivo手机耶 没有手机 没有手机的 只有一只 有啦 有啦在这边啊 两架 后面两架 在后面两架 今天我在马来西亚做一定给老板考虑了 它这个是做branding ok 哪一个marketing manager做这件事情 今天就跟我打包滚蛋 它这个Vivo店不卖Vivo手机 但是它卖别人的音响的哦 它卖Harmond Carden的音响耶 它卖这个Banks和Olofsen的音响耶 然后它卖Boss的音响耶 定改 定改 看我讲多之后 总结来讲Vivo店真的很漂亮 熔灯Apple之后第二位的店 它现在整个店里面呢 最新最新的手机就是这个Vivo X80 本来我刚才有问它 有没有那个X4的那个折叠机 但是它说泰国现在是没有进的 所以就 这是全店最新的机了 ok但是在马来西亚已经不是很新了 我们现在去别一间 应该是华为也是在这边 ok我们去看看 然后有那个Hazelblad的字看到吗 可是关DJI什么事情哦 你不给它当地就是DJI的Hazelblad可以做一些 DJI买了Hazelblad 哦 诶它跟我讲DJI买了Hazelblad 也不是刚刚的事情啊 一段时间了 这是新的DJI Ronin IS-3 Pro 新款的刚刚launch没有多久 Pleasure也是刚刚launch吧 哦 但是我 不是很会用 所以那天你的story不是有一张 诶 被发现了 那天我是装的 其实真的挺大间的 而且它出了Display Area 它旁边这边有一个体验区 就体验它的全部的智能产品 全部都集中在一起 我们进去看先 有Mate Pro 12.6寸 11寸跟10.4寸 全部都在完这边 Webuk第一系列 16 15 14 白色版它的Huawei Pocket 还有金色版的 哦 华为儿童手表 很可爱耶 而且那个screen有点大 这边有一个镜头 OK 这边基本上这整个area 就是它华为做出一个模拟 好像家里面的情景 其实这边我们Malaysia也是有 但是大家还是讲一下 它有电饭包 有炸锅 有空气侵情机 扫地机器人 计程机什么什么的 其实这边都是华为透过highstand 可以去控制他们的一个智能家电 我们把Huawei的体验店看完了 其实它就是大大这样子 然后前面都是体验手机 然后这个area就体验一点点它的 智慧连接的这个部分吧 我们现在要去Mquartier Mall 你看几季生哦 还没有我们故意 全部半个走去这个地方 因为这个地方是OPPO 在曼谷最大的旗舰店了 找不到OPPO 哇我们找了很久 到底在哪里 他跟我讲关掉了 可是那个上面写二楼耶 这边是三楼耶 他叫我如果你要买OPPO你就去Banana Banana是他们这边的 Banana coffee 对 就是什么什么都卖的 那你走去看OPPO的手机 假装看 然后他来问你 你问他 这个OPPO店还在搭 对 对 你不知道OPPO店在哪里 OPPO店 嗯 现在 搭 搭 对 好咯我们就搭掉OPPO咯 睡觉我们真的是找不到 我们真的是找了好久好久 而且我还特地旅行半个小时的车车 到这边 好啦今天的探店就到这边结束了 然后下次有机会的话 我们去别的国家再拍这个系列吧 下次再见 拜拜 留言告诉我你最喜欢哪一间店的设计